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引起的连锁反应到现在还没有消散 据未证实的讯息流出 在密切监视台海军演的过程中 美国方面再次建议性的对台提议 建造第二座远程预警雷达 为什么是再一次呢 因为早在今年三月初 美军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访台期间 美军就曾建议的连锁反应 美军建议台湾应尽快在台湾南建设第二座远程预警雷达 但随后台湾相关部门明确表示 过去却有规划建造两座 但如今台湾没有这个需求 台军不会兴建第二座远程预警雷达 那么该款雷达究竟是何方神圣 为何美国如此心切的游说台湾 台湾军却根本不心动呢 接下来火力军就为大家进行分析 有情提示 本视频内容偏主观有不同意见的观众朋友 可以将看法分享在评论区 我们一同来讨论 首先我们来看资讯中的远程预警雷达 即美国大名鼎鼎的ANFPS-115铺路转雷达 英文缩写是PVE-PWS 直白的意思是 精准获取入侵目标的相控阵雷达预警系统 该款雷达源自于美苏冷战的70年代 当时美苏之间的核对质进一步升级 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苏联研发了新型的R36M撒旦洲际弹道导弹 该款导弹不仅射程达到了1万公里以上 还能搭载10枚60万吨TNT爆炸当量的核弹头 R36M撒旦的服役 变成了当时美军正在使用的ANFPS-50弹道导弹预警雷达 变成了一座毫无用处的铁架子 因为ANFPS-50这种使用机械天线的脉冲多普勒雷达 无法一次性跟踪数量众多分导弹头 更不用说去引导反导拦截弹进行作战 于是美国国防部授权雷神公司 开发了一种全新的弹道导弹预警雷达 这即是ANFPS-115铺路爪 其与上一代雷达最大的不同 是该款雷达的天线使用了固体有源相控阵技术 相控阵雷达不需要通过机械转动雷达天线正面 来调整照射方向角度 而是可以在天线固定的情况下 使用相位控制器对电磁波数进行方向调节 这样的原理让相控阵雷达可以实现 对一个范围内的高频率扫描 一套铺路爪系统会包含多个朝向不同方向的天线阵列 其每面天线都可以对水平方位较130度 垂直方位较80度的范围进行扫描 多部天线正面部署在一起 就可以无死角的覆盖很大一片区域 铺路爪更令人惊叹的是 其相控阵的有源机制 相控阵雷达分为两种 分别是有源相控阵雷达和无源相控阵雷达 其中无源相控阵雷达的天线正面 尽由接收单元和相位控制器组成 其电磁波数由一个中央发射机产生 在分配到天线的每个相位控制器上 而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每个天线单元 则都配有独立的发射机与接收机 因此这样一个单元也被称为TR组件 有源相控阵雷达分布式发射机的设计 使得其更容易进行散热处理 也就方便提高最大功率 但成本相对于无源机制也增加了不少 美军为了翻倒预警不惜投入血本 将ANFPS-115铺路转雷达中 总计2677个雷达单元中的1792个单元 设计为了有源的TR组件 虽然仍有855个单元采用了无源机制 但是要知道 这可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产物 即使是10年后为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配套的SPY-1相控阵雷达 也仅采用了无源相控阵技术 可见美国对弹道导弹预警雷达项目的重视 在这种不计成本的投入下 铺路转雷达的最大功率达到了580千瓦 平均功率则达到了145千瓦 其最大探测距离更是接近5000公里 这样一来 铺路转雷达只需要部署在美国本土 就可以监控苏联境内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 在终端控制系统上 雷神公司为了进一步提高其多目标跟踪能力 还别出心裁的对无线阵列的发射单元进行了分组 雷达发射正面的近3000个单元 被分为了56组子阵列 每组子阵列的发射单元 在独立控制系统的操作下 都可以分别照射不同的目标 并且每个子阵列又可以依靠高频率的扫描 进行分时照射 这样一来 每部铺路爪雷达的正面 都可以同时对200个目标进行跟踪 随着铺路爪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部署 美国拥有了对分岛弹头的预警跟踪能力 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自身在核博异中的优势 到目前为止 全球仅有6部铺路爪雷达 其中美国本土三部 分别位于北加利福尼亚比尔空军基地 阿拉斯加科利尔空军基地 和马萨驻塞州科德角空军基地 欧洲两部分别位于英国菲林戴尔空军基地 和丹麦格林兰图勒空军基地 而剩下的一部就部署于台湾 被誉为台湾空军的镇宅之宝 隶属于独立的空军侦搜预警中心 位于加利山主峰乐山之巅 海拔2618米 而说起这部雷达为何会部署于台湾 则要从台湾现有的预警雷达讲起 1979年台湾空军建成天网防空系统 包括本地和外岛上的13座地面固定雷达站 和3座车载机动雷达站 共有30多部雷达 覆盖台海周边500公里范围 系统将雷达信号输入中央计算机处理 然后显示在工作站指挥仪上 供站管中心人员进行判读指挥 1995年天网系统从台北 迁往花莲嘉山基地 转为备份战备系统 并于2009年10月24日退役 1994年台湾启用强网系统来接替 1979年服役的天网防空指挥系统 强网系统涵盖21座地面雷达站 10座海军大城系统海基雷达 和4架E2T预警机 强网系统将上述这些雷达 整合为一个全自动化的防空体系 涵盖陆海空30多个作战单位 统一指挥三军的防空作战 对低空飞机探测距离为400公里 对巡航导弹探测距离为260公里 无缘探测距离超过900公里 强网系统的核心设备 是三套VAX-6620中央计算机 配备了56个管制指挥席 采用AMD-44指挥仪 分别拦截管制 导弹管制和防炮管制三类 其中责任最重大的是拦截管制席 负责空情监视和目标鉴别 2012年 环网系统替代抢网 担负战备值班 环网系统由美国落马公司研制 强化了对爱国者三 天宫三等新型地空导弹的支持 具体性能指标 没有对外公布 仍在保密中 该系统服役以来 问题相当多 2018年发生19次紧急故障抢修 37次一般故障邪修 进行了60项软件改进 2019年又裂编了近170万美元 进行系统升级 但不论是强网还是环网系统 其大多数都是普通的雷达基站 还有部分空军气象站 离岛雷达系统基本上 只有200公里的预警范围 并且早已被标定 早先对岸即缺乏反辐射导弹 有缺乏可以发起突然打击的 远程火箭炮 所以这些离岛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 在平时普通的空军飞机起降 这些雷达站还能发挥预警作用 但是只要作战飞机带电站吊舱出门 这些雷达系统就没辙了 而且这些雷达站 基本只能对飞机有预警效果 面对远程火箭炮的突然袭击 毫无办法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开战 就处于危险之中 1996年台海危机时 台湾方面发现 自己的离岛前沿雷达站功率不足 在没有美军电子战部队介入时 很可能要吃亏 台湾当时的长白远程警戒雷达 只能监测飞机 无法侦测弹道导弹的飞行轨迹 所以在1997年 台湾修改了陨石计划 随后提出了安邦计划 正式向美国采购远程预警雷达 为什么要这种雷达 因为台湾方面已经意识到 前沿雷达站极度不可靠不安全 所以需要一个部署在本岛 依靠岛内密集的防空导弹和战斗机来保障安全 同时监视范围巨大 且具有反导能力的预警雷达系统 经过漫长的讨价还价 直到2004年3月 美国国防部才决定出售两套该系统 在招标阶段 洛马公司和雷神公司分别拿出了 以舰在宙斯顿基础的旋转阵雷达 和以第一代NFPS-115为基础的 铺路爪改进型 后者增加了对中低空飞机和巡航导弹的探测能力 因为雷神公司方案上具有优势 洛马在2005年放弃竞标 最终铺路爪方案于2006年5月通过台军方评审 总价为17.76亿美元 这也是铺路爪第一次对外军售 台军方原本计划建设乐山龙山两个基站 但美国却坐地起价 建设中美方要求又追加基建费用 雷神公司中标后又说三年之后才能交付雷达 台军方要求加装防线密软件 美国又顺势提出追加软件研发和工厂维护费 最后一座乐山站的造价就飙升到了14.4亿美元 原本建两座基站的钱最后闹到建一座上限不足 所以台军方索性取消了龙山站 只建设乐山站 经过美台双方不懈的努力 2013年乐山站终于建设成功服役 在该雷达站正式投入使用后 其每年的维护费用高达7.13亿新台币 这个金额是台湾空军所有其他雷达的维护费用 总和的5倍之多 另外还需1.7亿新台币的水电费 因为台军方只具备基础维护能力 美军方因为担心核心技术外泄 从未把工厂及维修能力移交给台方 需要雷神公司的工程师长期注点 因此之后维护费用节节攀升 2012-2017年共花费110.74亿 2018-2022年预计花费110.47亿 10年维护费用达到了其造价的一半 按理说这样一个吞金巨兽 其所能达到的效果肯定十分出色 但乐山站的雷达正面 比部署于英国菲林戴尔空军基地的小了二分之一还多 所以雷达性能是下降的 不过也无伤大雅 毕竟对于台湾地区而言 性能已经过剩了 普路爪雷达强悍的地方在于监测 可以探测跟踪包括战机 巡航导弹 弹道导弹 以及卫星等多种类的目标 能同时对大量目标实施跟踪识别 可提供实际战场信息 预测导弹落点等 根据作战需要 雷达波数可集中扫描某一个特定目标 实现对重点目标更远距离的连续跟踪 关于乐山站的普路爪探测距离有多种说法 2012年台湾空军参谋长陈天胜 在立法院备巡时声称是3000英里 约合4800公里 被有些媒体转述为3000公里 从而被认为台湾的普路爪性能被降低了54% 而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所2017年10月30日发表的台湾问题研究中说明 受台NNFPS-115的探测距离是3000英里 对弹道导弹的探测距离为1500公里 这些都是官方文件 肯定比民间报道靠谱很多 但对于台湾方面而言 其更需要的是拦截 普路爪对台湾来说性能过剩并不实用 受地球曲率限制 5000公里的探测距离虽然远达巴尔喀什湖 但只能发现几十万米以上高空的弹道导弹类目标 对低空目标的探测距离只有200公里左右 和台湾已有的大型雷达相比并没有什么优势 乐山雷达对中短程弹道导弹的预警失效比约为75% 即导弹飞行1%距离后将被发现 但是乐山雷达因为带宽和频率的限制 其分辨率不高 台军方在接收该雷达后发现 这玩意儿不能直接指挥己方的爱国者导弹 和战斗机进行拦截作战 也没有办法接入三军自动指挥系统 后来经过精度计算 扣掉交互调度时间 最多能让西海岸爱国者导弹拦截时间增加几分钟 拦截距离从无预警条件下的5公里 向外扩展到30公里左右 简直聊胜于无 这对于台军而言简直就是当头一棒 前前后后花了几十亿美元 就得到了一个拦截距离30公里的玩意儿 而其5000公里的监测范围 对台湾本土防卫而言作用不大 要知道 东引战的ANFPS117雷达探测范围160公里 松山站HR3000雷达监测范围500公里 台军方认为就已经足够 虽然这些雷达性能不如铺路爪 但胜在当年买的可便宜啊 所以铺路爪唯一的受益者就是美国 因为这套雷达是接入美国的情报网络 美国才需要5000公里的检测范围 但是美国并不需要高拦截时间 毕竟这玩意儿又不在自己本土上 所以按照96年台海危机的情况 台军方迫切需要铺路爪雷达 来对弹道导弹进行提前侦查 然而将近30年过去了 台海局势已经大不同于以往 东亚地区反辐射导弹和远程火箭炮技术的成熟 使得乐山站这样固定的大型预警雷达站 失去了预警的意义 毕竟如果真发生战事 铺路爪这样的固定大目标 早就被标定为首波打击对象 如今美国又想借台湾的血汗钱来建设第二座铺路爪 其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而已 美国如果真心为台湾的防卫力量着想 就应当提供更多的对等武器 以及移动雷达来增强生存能力 而不是铺路爪这种 对台湾而言 失之无畏又花费巨大的吞金手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你们认为台湾应该建设第二座铺路爪雷达站吗 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